各位天洛宝祖们快来看 这只母仓鼠 Aria居然说星际战甲不甘 幸好登陆第六天就说能将卡尔的营地升两级 大家快来看它是如何翻车的呀 这有什么好奇奇的 跟着我的攻略从头开始做 还不是游手就行 大家还不赶快去Aria的主页 收藏我的星际战甲息息成功链 跟着做起来 又去做卡尔的营地任务之前 我们首先要完成系列任务破障者 本系列的第96级 对如何完成破障者也有详细的解说 大家可以去我的主页查看 去地球的漂浮上营地 找到卡尔与他对话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接到周朝任务 击溃和一众 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完成任务 我们并不会获得任何的奖励 我们需要完成下面的六个成就 完成后奖励给我们的存货储备 我们可以用它来和七片哥进行交易 获得各种奖励物品 击溃和一众任务一共有三种模式 分别是隐蔽破坏 垃圾以及越狱 三种任务会根据上面的顺序交递出现 但只有你完成了当今的任务以后 下周才会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 否则的话 这周的任务类型会保留 比如阿瑞亚现在在做的任务是隐蔽破坏 如果本周阿瑞亚完成了这个任务 那么下周的话任务类型就会切换到垃圾混收 如果本周阿瑞亚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那么下周的话任务类型依然是隐蔽破坏 借助宣传无人机 我们关闭安保系统进入下一个房间 使用这个供置台 我们可以远程操控宣传无人机 来借出自立锁 这里的话我们要切换到对面的无人机 才能关闭掉我们旁边这个现在看不到的自立锁 解锁大门以后我们一路向前从这里下楼梯 然后右转 这里有一只恐鸟我们背刺它 然后去旁边解锁这个开关 接下来我们跟着任务点就可以找到七变歌 使用卡尔的三技能扑胀着电击它 然后靠近它并轻按X键 然后我们连续轻按B键 直到将面杖从七变歌的脸上取下 同时我们还完成了拯救 打破和一众面杖的五分之一进度 感谢过我们以后 七变歌会消失 从此我们就可以在卡尔的营地里面看到它 使用旁边的这个开关去远程操控无人机 解锁下面的一个磁力锁 无人机还可以重置这里的电器断路器 让它发出电弧 如果旁边有直视的话会被电弧击杀 小地图上蓝色的图标代表着团货储备 大家不要忘记减之拾取 地图上的白色桥方块代表着我们要搜索的物品 比如说基因标记 大家看到以后 不要忘记去检取 这里有一个层获储备的图标 显示着它在下一层 我们要跑到对面去 从对面的楼梯下到下面 这里一般都会隐藏着许多我们需要寻找的物品 大家每次来的时候都要记得来这里找下 在这里我们还会遇到合一众的索拉里斯工人 使用破障者将他们的面杖取下 这是我们完成成就的一部分 打碎楼梯下面的通风管道入口 我们进入通风管道 这里我们又会遇到一个合一众的索拉里斯工人 使用破障者取下他的面杖 进入前面的通风管道 继续前进 不要忘记减取路上的存货储备 这边的话右掌 我们会失去到一个基因标记 从通风管道出来以后 旁边会有一个我们需要解锁的门锁 指挥卡尔将他解锁掉 我们可以乘坐旁边的这个升降梯 回到上一层 等到这里的这个指示转身以后 我们去到他身后的房间 这里我们又会发现一个合一众的索拉里斯工人 使用破障者取下他的面杖 如果你不签订门外的指示 会不会转身 还是在这里先等他一会儿 省得对他来个转身杀 其实转身以后我们去到他右边的房间 这里的话一般也会捡到一些东西 需要治愈的是 我们捡到的所有东西和碰到的NPC 他们的位置都是随机的 但只要你按照我们上面的顺序去寻找 基本上都可以掌权 现在我们去到这个蛋黄寺的任务点 将要解锁的门锁解锁掉 接下来去到那个橘黄寺的任务点 继续下面的任务 要小心大门旁正在巡逻的恐鸟 防止他转身发现我们 使用这个开关远程操纵无刃机 解锁这个死利索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无刃机 来遥控这个护柜 它会将附近的两个古鸟吸引到它的下面 当两只护鸟就位以后 我们只需要轻轻一点 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记得将视角转到我们的身后 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可以解锁的死利索 退出控制台以后 我们前往下一个任务点 我们需要将这个控制台解锁掉 解锁完以后 对面的大门打开 新的任务点出现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任务了